这种叫凡尔赛 就一套一百平米的 我知道 够住 对 没错 现在人家那个马斯克 比你住的都行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都是这一路的是吗 他是轻资产 他要做事情 我连轻资产都没有 我比他高级 什么叫财务自由 我们穷人都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标准是什么 说老实话 那天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如果花钱不多的话 早就自由了 徐老师 你给解释一下 你这个文学系教授 不知道 什么叫财务自由 我听过人家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 你们这几个人装的 男的这小鸡骨传花 传个萝卜传 你来 不是传的 我也不懂 我唯一 我永远记得的就是 这个词不是我小时候有的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 前些年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感到那种狂喜 我说 我这个词真好 这正是我现在想的 财务 自由 反正就觉得特别好的一个词 结果连在一起就有点 不是就得连在一起啊 你们不连一起 我兴趣不大 我觉得这是财务 你说这个有什么 这个概念怎么来的 反正我有个朋友 就现在他老说 你还不看看那种什么 什么公号或者是什么团体 他老推荐我看一个东西 叫什么提前退休 他就是好像就专门这种 国际组织的 不是就国际上有一个词 他就把这个英文什么 我忘了是哪几个字母 就连在一起 说你要关心这个东西了 我说我觉得我好像 他年轻嘛 就没有想 他说关键是这样的 你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 你得一辈子还得干活啊 你到了退休的年纪 还得要工作呀 我说哎呀 真的吗 我说我没想过这事 对他一说 我就吓出一身冷汗 然后呢 他说你要存钱 要干嘛干嘛 什么时候要退休 结果我那个朋友呢 没几天被公司开了 我就说 不过也不错 给了他一大笔钱 他说他自由了 那多好的公司啊 你对财务自由 你难道不受缺钱的困窘吗 其实我是一个 他对钱几乎没有什么 我听说过你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为什么 你不能叫投身伤害啊 只是说 你开始想拍一些个 就是怎么说呢 别人愿意花钱买的 纪录片 说什么时候 动了这个心思了 说孩子留学 就会发现非常吃力 学费生活费 对啊 所以就离开了自己曾经热爱的岗位 就去专门的做节目 那现在拍的这个纪录片 奈飞都买了吧 对 这么受欢迎 但是奈飞买是 买个 我只挣的是那个制作费 那个奈飞买的是投资方会 投资方的 那投资方也得分你不少啊 一点钱没有 这个一点都不用隐瞒 因为也没有 怎么可能拍片子成功卖的好 当然拍片子的人挣得多 你要之前你要有投入才行 我只是一个拿薪水的人 哦 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了吧 嗯 哎 徐老师最能精打细算了 这上海人 你跟我们讲讲 财务 你对财务自由的思考 我还没思考过呢 不过听你听 他刚才讲的这个 我受到的启发 大概就是说 你退休了 反正你到你的生命的终点 你就不会挨饿了 你基本上有得用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啊 你看 这个有一个经济学家 来我们节目曾经说过 他说呢 他跟他的太太啊 就是说 而且还给那个女儿写了信什么的 就是说 孩子啊 不要回来 对吧 就是说 父母将来不靠你 他就是说 他说我买了一大堆养老保险 就是可以保证 我们老夫妻将来老了 完全不需要孩子女 这个照顾 然后他就说 剩下的钱 我维持我现在的这个消费 可以 眼睛望得见的 几十年 问题不大 这算不算一种自由 不担心了 那这个应该算自由 但是我觉得财务自由 可能 还有 有一些攀比吧 财务自由和财务自由 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 有了攀比 就有了凡尔赛 你说这个 人到底是想活得好 活得安全 还是想活得比别人显得更好 你就是你活得好 跟安全 总是在跟别人比较当中产生了 你没有一个绝对的好 安全的一个 一个一个标准的吧 所以我现在觉得 这个词语在今天的这个泛滥 值得警惕 为什么 你看啊 就是什么 这个这个凡尔赛啊 财务自由啊 内卷啊 躺平啊 我给你讲一个情景 就有一天呢 我们几个朋友在聊天 他们就在讲这个内卷啊 躺平啊 什么的 讲这个话题 我突然就想起 那天下午 我们这个刚开会 说聊什么话题 七八月份 开的这个 这个我们开会嘛 然后呢 就是当时就有人说了 说聊内卷 聊这个这个什么 躺平啊 什么的 然后马上个编导就说了 说我们播的时候 十月份了 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话题了 哎 我突然有所领悟 同这个细节 就是说啊 人们经常说的这些个热词 不可否认 一定有它的现实基础 但是 我觉得人要会从多个角度 考虑这件事 我就觉得 哎 干我们这行的人 整天在干些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 我的这个前半生 我想 我前半生 整天在这里说话题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 你知道我当年办过杂志 嗯 哎 我就知道啊 这个哗一下 十个话题 大家说 就最后 我编辑部主任 我说了算了 那一个星期的话题 就是我决定的 所以我当时 我就跟我那帮朋友聊 我说我站在 我这个传媒人的角度啊 我说我也提出一个意义啊 我说是不是现在内卷 真的是那么重要的问题 躺平 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 每天关心的事情 今天我关心的 可能是那个 我们家房子 需要装修了 你关心的 可能是你失恋了 他关心的 可能是他离婚了 但是从哪里来的一个 因为你说这个里边 我不能说有阴谋啊 我只能说很多时候 我们聊什么话题 我们是希望这个话题啊 最好能让他们觉得 哎呦 周围人都在聊这个呢 我不聊 我也聊 而且这个语言的 这个诱惑性 或者说欺骗性 本身就在这里 对啊 你比如说你可以聊 这个内卷 有没有啊 你想想 有啊 我这竞争很激烈啊 工作很难受啊 对吧 躺平有没有啊 有啊 其实我要跟你说 另一个问题 我说住房紧张吗 你马上就对啊 现在住房紧张 甚至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 你看杂志上 会能这个月的主题 这会不会就像 这个时装流行色 每年那个时装 时装杂志发布 今年春天 流行绿的 凭什么流行绿的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语言 能生出一个世界 嗯 那个 那个是贩卖服装 这是贩卖焦虑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不能说这个问题 没有 但我只是说 人对人生的感受 是百样人生 就像你说的 百味人生 你说什么 我都可以共鸣啊 我的感觉 它就像是 在这个大海里面 然后呢 它需要给每一朵 浪花起一个名字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涌出来的 所谓的热瓷 都是一朵朵小浪花 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海里面 你真正关心的 也许是下面这个潮流 你能不能看到 这个潮水真正的方向 和你这个大海的样子 但是呢 它为什么老冒 这个小浪花呢 因为这些东西 它一直在 你说内卷 不就以前说的竞争吗 那它就是得有 不断地有新的名字 新的名字 来寄托大家的 一种共同的情感 它不一定是焦虑 我们几个月后 就不聊这个 这事很有意思 比如说 小青 你觉得有凡尔赛吗 是不是最近老听 有人说凡尔赛 就成关键词了 反复地能听到 一言不合就凡尔赛 这个 尤其是在朋友圈里边 或者说微博里边 它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就是 打开一瓶 很昂贵的酒 这个 拍一张照片 发在这儿 又 然后霜 然后 又又又 对对对 我又喝了 又开始了 感觉每天就泡在这种 特别昂贵的酒里面 这个可能就是凡尔赛 底下留言都是说 也有这个正能量的例子 你比如说 咱们这个钟南山老师 对吧 那讲话 就说咱们国家 这个测试 这个什么 对这个新冠的 这种检查研究 我们有个苦恼 我们病例没有 我们病例太少了 这说的是事实 这说是事实 所以我不是说 它是个贬义词 我是说你看 现代语文可以研究 它一流行起一个来 大家就用它来 表达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第一次看到 是真不明白 我发了一张照片 香港商务出了一本书 上下两册这么厚 我发了这张照片 就加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 这大概是我 今生写的最后的一本书 最后的一本书 不是最后面 因为有六十万字 那结果我的微信圈 就收到了最多一次的 这种点赞啊 支持啊 也有人写个话 一排下来 最后一个是潘凯雄 原来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 就加了一句凡尔赛 我当时就没看懂 这什么意思 后来他们说 意思就是说 你在炫耀自己 你这不够凡尔赛 你要说这么厚的书 你又理不动 我的理解 也不一定正确 基本上就是用这个 貌似这个怎么说呢 抱怨的语气 实际上呢 是不经意的 有时候也做得很经意啊 流露出自己的优越 你比如说你看 哎呀 每天开跑车上班 我觉得真是很危险 我宁愿走路 我们家那个园子太大了 对不对 上学那个走200米啊 光我们家那园子 我就得走150米 我瞎编的啊 就让同平妹抱怨 那我就反省了 我那天 那我在这里边有什么 就是说是选药的成分呢 后来李纯恩给我写了一个回 你这辈子还藏着呢 就是说谈什么是最后的 其实你可能还可以写更多 你用这样来贬低自己 其实是炫耀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写的对不对 但是反正是 因为给我写的是一个 著名的评论家 叫我反而赛 他不是认真的 也可能就朋友之间 就是调侃一下 数钱好麻烦 为什么不用微信 完全没有这样的衣服 完全没有这样的衣服 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圈 有一个人发 就是他就说 又要擦地板 然后他那个照片怎么拍的呢 你就他就从高空 就是他在他阳台上 是跪在那儿 就是这个屁股在那儿擦 那个阳台地板 但那个全景呢 就是他们家那个房子在山上 然后呢 这照片是无人机嘛 就一看这角度也应该是无人机吧 就旁边拍一张这个照片 得几个人伺候着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人 然后他还有别的 他每次照片的那个感觉 设计得非常好 他去喝下午茶 然后你就看到 不是人家很普通的什么 就拍个这个吃的东西什么的 很远 是那个酒店的那个下午茶 那种那个小笼子吧 他在那个角落里面 但是他的景是实的 前面还是虚的 就您这一张照片 多少人伺候 那一军你现在帮自己凡尔赛一下 你弄一个什么东西 我没有这个才华 我没有这个才华 我又要去阿富汗 不是 我又要跟这么有才华的人去聊天 这个不算凡尔赛 也算 就是我又要跟这么有才华的人聊天 而且呢 他们还老说我有才华 真讨厌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马上发 哇 文涛呢 啊 发着赛一下 不 我这 现在节目广告太多了 袁州派 真是烦人哪 这广告怎么这么多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 好好好 哎 小青 你你从这个里边能分析出什么来 有一种得意叫哭穷 有一种得意叫哭穷 对 凡尔赛可能我觉得 应该徐老师专门做一个研究 因为凡尔赛说到底 它是一个修辞方法 它是一种修辞 它就跟我们以前说的什么比喻 差不多 它是一种稳稳上的游戏 但是它背后的确实有一种心理 就是说流露优越感 不小心的流露 不小心的 人为什么摁不住流露优越感 这个还真的是 不管你修为多深的人 我见到的差别 就是说修为越深的人 你那个皮包袱皮越厚 甚至大家的察觉 流露的越不惊心 对 好像很自然的这样 但是为什么忍不住总要流露呢 比如说我 这算流露优越感 说说说 我觉得我心里就有个矛盾 我是属于 其实属于那种溜墙根走的人 我特别怕 比如说当然我没钱 但是我要真有了这个钱 我想我的心里是那种 我怕别人知道 我怕别人知道 我觉得有不安全 所以我有时候也挺不能理解的 就是你为什么想让别人知道呢 我检讨一下 我第一次去凡尔赛的经历 也许这个是一个凡尔赛 你们看看是不是 凡尔赛这个词就跟凡尔赛公有关系 我那个天是在下午两点多钟 还在尼斯 订了一个巴黎的酒店 他们说路上七个小时 但是我呢 这个路上一路一路耽误 开到里昂的时候呢 虽然天还亮着 但已经八点多了 你知道夏天的法国就是这样 八点多了 等我吃完饭以后再开呢 鱼下来就黑乎乎了 这一路 这是我记忆当中 我开的最辛苦的一段 很巨大的那个装箱的车 我要一个一个超过他们 就这样 我快睡着了 我真的是很危险啊 结果怎么度过呢 就跟我女儿 我女儿那时候很小 不到十岁 跟她讲中文的这个量子 她很有兴趣 比方说皮带为什么是一条 而不是一根 可不可以讲一根 鞋为什么是一双 你知道这个我仔细 她问下来以后啊 真是发现中文的量子 是非常非常多 很复杂 而且有的也不大讲道理 为什么人是一个 羊是一只 或者还有这个 一条命啊 等等的声音 一把声音等等的 靠这个东西 使我在半夜十二点前 开到了巴黎 围绕着那个铁塔还很亮 还是走错路 居然狐狸都半夜的时候 开到了凡尔赛 凡尔赛 开到了凡尔赛 开到那里 那当然半夜是没有车 没有人 然后再开回来 快一点了 终于住进了旅馆 这是我第一次去凡尔赛 也没有进去 我这段故事算不算凡尔赛 有点凡尔赛啊 大家感觉你能去那法国旅游去 而且是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我们多穷啊 你都能去法国了 光这个凡尔赛 得多少钱啊 家庭教育 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夸张的 全部都是真的 也是凡尔赛 跟真假无关 对 为什么人会喜欢要凡尔赛 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 但我猜啊 因为你人类的很多行为 你都可以从奖赏机制来解释嘛 就是说 会不会这个东西 会对一个人形成一个奖赏机制 我才这么做 就是说 人家就是比方说 人家说一个人为什么会 他会喜欢长得漂亮的人 因为那个人的美貌对你是奖赏 或者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的人 因为他的帮助对你是奖赏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 防尔赛的人他就知道我会收获很多艳线的目光 我会收获大家虽然嫉妒恨 但是别人会 就那一下 这就是我老想为什么有的人他去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他买了那种跑车什么到街上开 或者把那个车刷成很炫的样子 就很炫的那种颜色的 我老想他坐在车里又看不见 但是他脑子里闪过的都是一路上大家张大了嘴的那种艳线 那种回头率 会不会他觉得一防尔赛就是收获这样的奖赏 那就是说人需要这个 我觉得需要 我觉得防尔赛更多的是从评判者的角度来决定他是不是防尔赛 他必须有角色的差异 刚才包括徐老师说的这个 他去国外找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觉得都有差别 和自己的人设 或者说大家知道的这个人设有差别 我是做美食的 对 我可以说这个包子他怎么做的好 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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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说他防尔赛 肯定不会说我防尔赛 如果我说这个红酒 我在里面喝出了什么什么的味道 包子的味道 我甚至觉得有地中海的海风 那大家肯定就觉得 这个人不是做那个老百姓吃的那些东西的吗 他怎么说这个 但还缺一个因素 你没撒娇 对 你还得怨 对 得怨 还以为我吃不得 还以为我品不出来 其实我只差一种味道没有品出来 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反而散 所以讲的人不管他有意无意 他其实是英文说法 sophisticate 对不对 比较有修养的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 和先意后扬的等等等等 但重要的是 凡尔赛这个词的 说的人是 是吃瓜群众 是围观的人 重要的讨论的 不是这个说的人的说话技巧 而是民众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会很反感 就比你直接晒 比你明星 我晒衣服啊 晒什么 这个这个 还要反感呢 那是个低级的 他就不会叫凡尔赛了 对 那就叫炫耀 但经常网上翻车的有些事件 就是这样嘛 他可能晒了一个照片 或者说了个什么事 他无意在炫耀 他就是好好说那件事 被大家发现了 哦 其实你这个 这个这个穿的衣服 是到时候前后 特别是还要用有技巧的方法来 那你 那也不能就这么说 你像刚才我举的中南山的例子 那就是 它是一种羞辞 就是指的你 就是 有意无意的 用一种优怨的语气 流露自己的优越感 那就是说还是赞同他的 觉得他好的 对 有的时候 凡尔赛引起的 我认为到不一见得是仇恨 现在这个词啊 就是 充分使用以后 他不一定是仇恨 也是朋友聊天的一个乐趣 你看 有时候你又 你又得瑟了 你忍不住有点小得瑟 跟得瑟有点像 有技巧的得瑟 得瑟这个词也很难 这是北京的方言吧 你上海话没有这个说法 还是东北方言 这个意思 你上海话也没有这么 西哥哥 是不是有点 我们俩有点反而上 好像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 那你在想 什么样的人 需要流露优越感 其实你想到没有 他要 咱要正经的来说 他要是用一种优怨的 或者说是 希望能够不着痕迹的 那至少说明呢 他还有点害羞 比直接的说 哇我有钱吗 对吧 优怨的杀伤力更大 因为你所谓 美而不自知更美嘛 那他就是优越了 而还抱怨 对吧 就更 杀伤力更大 小薛 你会有这种 跟别人相比的失落感吗 我应该少 就是也不可能说 完全不会 就会 你会跟别的纪录片的大师 或者说是团队 纪录片圈倒是不多 但是呢 这也是凡尔赛 这种话 我做了 跟我他不敢 那种话说出来 也太厉害了 有一个 东北凡尔赛 就是说 就是说 先说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哎呀 得谁打谁 谁他都不服 说那你还跟他是朋友 跟我他不看 要绕一下 高级一点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在同行 是这儿 我很少有这种比 但是我的感受 往往跟大家不一样 你比方说 说财务自由这件事情 是不工作了以后 能很平安地走到人生的终点 我都没有办法 想象我不工作以后 我想 我真的 我不是凡尔赛 我认同你的关系 这是假作真实 真意假的凡尔赛 他说的是真话 他说的是 我相信他是真话 但是其效果就是 公主带给他 如此大的乐趣 人心全都敌不过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退休啊 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啊 很多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退休是一个坎儿 就是你办的这个位置 但是你拍片就可以一直拍啊 哎呦 身体也够好的 我认识的很多的前辈 都是 你比如说 大外奔宝 大外奔宝 我说 对 大外奔宝 大外奔宝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 就是地球卖动的制片人 叫 Michael Gunton 这个 这个Gunton呢 他 他入BBC的时候 就是第一课 就是 大外奔宝 跟他说的 你们到了 BBC的地球部 你们将面对着 这个美丽的地球 这个 未来 是你们的 就是我很快 就要退休了 那Gunton 去年就退休了 阿德宝 还在拍片 那我特别崇敬的一个 纪录片导演 叫 让鲁石 是一个法国 我们说的人类学电影的 鼻祖 50年代就拍了很多的 什么烈鹤马 我这个黑人 一大堆的这种 纪录片 他就是 80多岁的时候 在非洲 遇到车祸 去世的 那小川深界 日本的最厉害的 就是大家最有名的 纪录片导演 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 还在要看 那个剪辑的 效果 这个 我觉得 我一方面 我很崇敬 这些前辈 能够让自己的生命 延续到这么晚 同时 我 从自己内心说 我特别渴望 别人需要我的 那种感受 如果 没有人再需要我了 没有人再需要我的想法 没有人再需要我的创造力 我觉得这真是一件 挺可悲的事 这么说还反而散吗 这是很真诚的反而散 好吧 我听出了童年的不幸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点 以别人的 对自己的需要感 是的 就比 有人需要我 就你的 你的人生价值呢 对吧 我没有 这个真的没有 这个几乎是 所有读书人 或者说 专业人是 共同的一个愿望 就是 我的东西还有用 我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用 这个是一个 生命的 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 也不是说是最大乐趣 工作充满了痛苦 就是 当你没有他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的痛苦 在我五十多岁的人生里面 有三年是没有拍一个片 我跟别人也说 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想成名 后来好像得了一些奖了 在圈内 这个和巴尔赛 得强很多重要 表情 巴尔赛的表情 对 这两个人 那个时候 就是比如说 职称啊什么的 都实现了以后 就说 哎呀 要能变成钱就好了 能生活好一点 但是真正有一天